那就怎么舒服 怎么待着 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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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瞧 老板娘亲自伺候我们 还愿我撒了一身 我去换件衣服 我陪你去换 滚 老白 老白 来 控制一下你的口水 这个小美 小美怎么了 她那后背上 怎么这么一大片刺青啊 刺青怎么了 多好看呀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像江小美 这种类型的人 平常正经的 跟个中年大嫂似的 她怎么会有 这么一大片的纹身呢 大惊小怪 没见过世民 不让你找个人 这有什么意见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滚远点 老子在这儿做生意 撑也找茬是不是 先生 您真的不能在这里卖东西 请你们离开 我要是不看你长得还可以 早把你扔出去了 滚一遍去 要不然 我们要报警了 报警 放开 到火去 到火去 殷 殷长姐 殷长姐 我不想在这儿再看到你 听明白了 明白 明白了 殷长姐 小美身上有刺青 至于这么惊奇吗 是 她确实是一个比较传统人 可人家岁数在这儿白着呢 八零后嘛 那刺个青整个龙袋 这不很正常吗 不是 我是觉得呀 这个刺青 在她身上特别不协调 她是一个 连咱们穿个潮服 去个夜店 都反对的人 居然身上有这么一大片的纹身 估计就是 十八九岁 二十岁左右 总做的事呗 年轻女孩耍酷呗 谁还没年轻过 谁还没疯狂过呀 不不不 我还是觉得呀 像这种特别僵活 她叛逆的行为 不会出现在 江小美这种人身上 你别说 小美有时候确实挺身不可辞 深深的 你别说 怎么又回来了 耳朵聋了 刚才忘记买单了 监桃姐 还有个事情 说 就是 我们这个生意 如果 你让我们在你餐吧做的话 我们愿意给你分成 你拿六成 我们拿四成 这个很赚钱的 办了 这话我就说一遍 听清楚 我不做这种缺德生意 你也不许在我这儿做这种生意 也不许在别的地方做这种生意 如果让我知道你还在做这种生意 我会把你的腿打断 然后再报警 让你打着石膏进进进 明白了 别抱歉 你别让我再看到了 我 我走了 走吧 哥们儿 怎么着 房间让你们砸成那样 还想查封我的店 那个 小兄弟 你听我给你解释解释啊 那个那个 房间被砸了吗 走走走 找个好地方 我让你好好解释 不是 那去哪儿啊 放开 多少钱 房间的损失费 一共一万七 掏钱 你觉得我身上像是 揣着一万七的人吗 瞧你这穷酸样 就知道你兜里没钱 让你家人把钱都送来 少一分都不行 没钱 命有一条 太危险了 以后啊 这种活动我再也不参加 那你们还飞吗 不飞了 降落吧 飞 还得飞 再飞就真进公安局了 你个死厨子闭嘴 瞎夸张什么呀 昨天回到家 我又是微信又是电话 一直没理我呀 我早上给他打电话 也打不通啊 直接关机了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怎么着 想好了吗 你用不着 想好了 没钱 钱如果不给的话呢 我就把昨天那条视频 放到网上 让你做一名网红 百分之百你们学校 会把你给开除喽 好 那那个一万七 别做梦了 蓝老师 我早就提醒过你 一万七是昨天 这太阳都出来了 该涨价了 两万七 你们真把我当成面瓜 可以随便切呀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是绑架勒索 我没有干的事 你不可能诬陷在我头上 怎么样 需要没人 百分之百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昨晚要整晚没回家 肯定出事了 那报警吧 失踪不超过二十四小时 人家不立案 那怎么办 刚子 马上找到大侄子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谁呀 这我可得擦干净我的眼 樱桃姐 您今天怎么想着 到弟弟下来呀 跟我说实话 昨天晚上你这儿 是不是扣了个人 您现在是研究什么法术啊 这都能算出来 多大了 还玩这套呢 五大三粗的 就不能做点正经生意啊 姐 您放心 兄弟玩这个 安全着呢 这烂招能不玩的吗 薛德 折寿 那人是我朋友 那人是我朋友 放了 你的人 就那斯斯文文的老大哥 卖我个人情啊 不敢不敢不敢 姐姐发话了 兄弟得从 保密 老兄弟 老兄 那个冬哥回来以后啊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直接把我给放了 我都懵了 而且对我还特别客气 说 以后再去他夜店消费 给我打仗 打零者也不能再去那夜店了 老大 你告诉我 被扣的这十几个小时里 你就不害怕吗 怕呀 硬挺着呀 我倒是不怕他们把我毁尸灭迹 我是真怕他们通知学校和我老婆 再把视频弄到网上去 那可就真毁了 对了 你 还有你啊 都要感情 那视频里面也有你们丢人歇言的样 那你 那个冬哥 就没说他为什么突然把你给放呢 我也蒙着呢 冬哥只跟我说 说我命好 会交朋友 命好 会交朋友 小美 这姐这儿都通了 行了 你们仨别在这儿编着男校说了 老蓝能平安回来就行 回去好好休息吧 不管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肯定是没睡好